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我太太那一天 剛好到台北幫我送眼鏡過來 我知道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太太人在捷運板南線上面 後來我太太跟我Nine的時候 我一口氣才鬆掉 她在哪裡你知道嗎 她在 她的車停在龍山市站 她的前一班車 就是發生事情的這一班車 我太太說他們的龍山市站 已經啟動了 停 你知道嗎 馬庫 馬庫 然後本來是說前一站有人受傷 大家稍等 幾分鐘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列車到這裡為止請大家下車 我太太說他一下車 對面 江子翠站的對面 來了以後門打開 全身都是血的 衝出來一堆 然後很驚慌 很驚慌是說 有看到 然後那時候整個龍山市站 你不要以為只有江子翠站而已 龍山市站整個荒城一團 因為一大堆人對不對 擠在那邊 然後出來的人 他說一個60幾歲的小弟兄 很警察還會發抖 然後趕快打打打打打打 跟他太太說 沒了沒了 我沒事 泰人 泰人很多人 怎麼這麼恐怖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這裡必須 我們的財政部長亂講話 誰說沒有人見應勇為挺身而出 有多少的人 你看那個錄影帶裡面在車廂 拿著已經受傷了中年的男子 還有一個白頭髮 四個男人保衛住後面的女人 跟他這樣對峙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本來打算是出來的以後 要到對面的車廂坐 又回來殺你知道嗎 他本來要過去了 結果是現場有人 因為這樣子跟他搏鬥拿東西砸他有沒有 拿那個書報架砸他 吸引住他的注意 否則他又進去對面 對面剛好 你不相信你去看那個影帶 對面剛好有一個車廂在那邊等 他本來要進去了 我是覺得說事後 不要在那裡說那些話 因為你人沒在現場 你就不曉得現場有多恐怖 沒有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的原因就是因為 連我太太在後一班 他都會驚慌成這樣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那種你沒在現場 你不在那邊太太 千斤一髮了 大概在這個事件之後 6年之後 他的弟弟終於受不了而自殺 那自殺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文情聘茫的信 說明了他這6年來 不斷的努力想要去跟這個社會證明 我不是一個具有殺人血統的人 我不是一個會重蹈我弟弟 我哥哥負責的這樣子的人 但是實際上不管走到什麼地方 不管是他的女朋友 本來如果你結婚家的女朋友 也被女朋友的家人說反對 而沒有辦法成婚 他的工作也丟掉了 所以在最後他終於發現說 我的未來大概是不被祝福的 我沒有辦法得到 足夠的這個社會的認同 所以他最後選擇自殺 這也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亡者一役 現在今天我們去研究 症結的殺人的動機 其實就我們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說 我們是要預防未來 可能再有這樣子的人 或者是說我們要去問說 這事實上有這麼多反社會的人 這事實上有這麼多可能幼年的時候 不太快樂或者是社交活動不太好的人 但是他們都沒有殺人 我們去找到這種保護這些個案的因子 來使得這種悲劇不會再發生 這才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的 對一個殺人的動機 以及這個殺人的行為 他背後 因為他特別又是台灣的第一例 所以今天我們要太早去斷言說 他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 其實各式各樣的資訊都不太完全 都也不太完美 你知道我剛才說 那些自己的小孩去台北人的人 那老婆老婆出的都很堅守待 是不是世界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民眾講說 這父母是怎麼教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很為難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種聲音 對 這是一種聲音 這個背部是怎麼教小孩 這是一種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就是說 跟父母親也許不要太苛責 可是那個父母親自己內疚 指責 指責自己走不出去 問一下這個樹律師 因為我看到有一位死者的家屬 他在出來以後 他就說一定要他負責 一定要他父母親負責 養那個小孩 什麼小孩 把我們小孩帶他死 類似這樣的話 負責大概一定 我看是賠償 對 賠償 就是說兒子殺人 父母親一定要賠償 不用 在這個案子是不用 他20歲了 滿20歲的時候他自己負責 所以鄭姐已經滿超過20歲 所以但是20歲 還沒滿20歲 例如說19歲 18歲 父母親可能就要連帶負責任了 所以張怡的老爸說 賠都賠不完了 一毛錢都不用賠 所以應該是不用賠對不對 他只有道義責任 道義上他要這個 所以我們剛剛講 他這個預備的部分要注意 其實如果聽到這樣的 預告性殺人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判斷點 例如說他已經去買到 他跟朋友說我肚子買好了 對不對 那個時候警察是可以說 因為預備 殺人罪 預備犯罪 法律上你說你紅行的 你很難說有人亂講 那是真的假的 可是如果說他說我已經去買了 我告訴你 買了就可以把他抓起來了 就兩年以下 他有講說他要殺人 然後又去買刀 這個時候其實他就是預備犯了 已經犯罪了 已經犯罪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檢舉了嗎 可以檢舉 警察要抓 所以雖然是因為他沒有 他預備犯犯怎麼罪 殺人罪的預備犯 那是多重 兩年以下 因為他沒有動 他只是說我今天去超商買刀 然後我跟人家講說我要殺人 他朋友知道了 警察是可以把他麻煩抓起來 因為他已經買刀了 有沒有可能 他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可是被這樣子大陣仗處理之後 他就建設等上去 然後就更暴怒 不過這個東西就很難說 很難說 對 但是因為你為了預防 你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不要 你連買都不行了 你買的時候 但是美人的顧慮是對的 但是也有一個 警方這邊的想法就是 我至少可以下下嚇阻你 因為你已經被我鎖定了 對不對 你可能會因為這樣不去做 站在警方的立場會這樣想 只是講就沒有關係 只是講話也還是有問題 你如果說你說我要殺人 我要殺人 然後我就告訴你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等於是他就預告 讓大家很能心惶惶 恐嚇工作安全罪 所以你今天我恐嚇說 我就要殺那個 我就到哪一個站 搞不好他才講哪一個站 我就去殺了 這有刑責的 而且甚至說 如果說你說我情節比較輕微 社會秩序維護法也是有責任 按照最後有逃成功的 但是在等待倒暫停 檢查來 他說那個一分鐘超過一年的感覺 對 沒錯 等不來 等不來 仿如隔世 對 所以一般來講 人在緊張的時候 像有時候發生一些緊急的事情 在等消防救護人員 在警察的一分鐘等一年 這個心態我想大家都可以體會 你想到五分鐘 好像人間地獄一樣 那等待得多痛苦 那完全都是他主控整個現場 看你怎麼又在那裡 東海大學講說江紫粹已經 永遠不只是個地名 我覺得江紫粹好像以前有發生 分屍案 對 分屍案 張明峰被分屍案 江紫粹很有名 那是民國六十幾年的樣子 對 沒有錯 民國六十幾年的江紫粹分屍案 所以江紫粹的那個案子 已經都被淡忘 現在又新的一個 再發生在江紫粹捷運站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一段其實並不是台北捷運最長 最長是松山機場那一段 但是他是板南線最長 然後最可怕的是 因為他是開放的空間 所以他車廂跟車 他等於是火車 所以他車廂跟車廂 直接沒有車門 所以他可以從第五車廂 走到第四 第三又回來 不斷的再來回的穿梭 他是計畫犯 沒有錯 所以他其實已經先從江紫粹 坐到國庫紀念館 他為什麼坐到國庫紀念館 他坐到國庫紀念館下來以後 看捷運警察上了前一班 他知道 所以他其實是預謀犯罪 他已經在那邊等橫 他早就知道這段捷運警察 捷運警察會在國庫紀念館站上去 上去以後 我這一班就保證不會有警察了 所以我可以在那地方殺 他的時間 為什麼選擇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時間 因為再來的話 下班人才會很多 他走動不容易殺 事實上我們常常因為覺得說 台灣或者說東方的教育 那個體系裡面 常常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只要這個孩子乖 沒問題就沒事了 所以如果一個小孩子 不夠懶 不夠窄 對很多的父母親來說 反彷彿好像是個很好教的小孩子 東海大學他其實這篇文章 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講 他確實是有站在一個學校的高度 來提出這樣子的一種呼籲跟關懷 可是一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是個醫生我也會講 我要士兵有親 我要割肉未陰 我要對每個病人都很好 沒有 我沒有要求你們割肉未陰 士兵如親就可以了 問題是嘴巴上講很容易 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資源 來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也常常會督導很多的 輔導老師或者是諮商心理師 或者是臨床心理師等等的 我常常遇到很多的輔導的老師 跟我抱怨說 學校裡面只要那種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最終就會丟到他們頭上來 我最近聽到一個最離譜的事情是 校慶的那個舞會 沒有人主持怎麼辦 叫輔導老師去做主持 因為大家眼中 輔導老師你們不是最輕鬆嗎 其實輔導老師可以很不輕鬆 如果說學校把這種心理健康 這樣子的任務當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做推廣的話 我相信現在全台灣的 所有的大學人 輔導老師的人力都是不夠的 我覺得這只要可以探討 因為在偵訊的時候 班人也有問鄭杰 他說你車廂裡面 你如果多的熟人你會怎樣 照殺 殺 好 他回答是殺 如果是爸爸媽呢 爸爸媽媽呢 他囊冷的說照殺不誤 好 這個說得出來 他對警察說 如果你在車上 我也殺你 有時候他的徵訓的狀況 有時候徵訓的時候 他是不是在意氣 或他真的想 反正我怎樣我就要殺 因為如果他是一心求死 所以我剛剛講 雖然在這個情節 我覺得判死刑是有可能的 但是為什麼說不一定 因為你看他的狀況 有時候他一心 他就筆錄又把自己做最差 我今天就是要怎樣 就要怎樣 其實你知道 如果大家可以都想說 他多殺幾個人可以死刑 大家以後會仿效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跑 我只要求死我就殺人 我覺得這個也很 不然把你關到不行為止 其實國外很多 讓你關到永遠不得假釋 這種制度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仿效 但是這個 我們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所以我就發現說 他今天這樣講是他的爭議 今天討論 你看他的爸 其實他的爸爸媽媽真的對他有 真的有這麼樣的臭事嗎 不一定 或者朋友真的有那麼不好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他在徵訓的時候 他講話我們可以聽 但是是不是能夠信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我就回到剛剛東海那個信裡面 讓我很感動的是 其實如果我有彼此好的關係 他就會牽掛 就像說人如果有牽掛 我就不敢去做壞事 因為我被關起來他怎麼辦 所以如果有牽掛 我們互相有牽掛 我今天朋友 也許同學 有時候大家真的筆記 借他一下 他這個朋友好像不錯 但也許他就會少了一點點 也許就是這樣子 他不講話造成了孤單 因為我做要做這件事情 都會想到一些人 你可能就做不下去 對 就說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這個我以後見不到他 他會那個 顯然是這個狀況沒有 他在生命中少了 他就先過 我覺得鄭姐的心 我現在看起來 還是有點衝突 複雜 為什麼 他有說 他說我去讀國防大學 是為了報答我的父母 養育我之恩 沒有 我今天講說 是為了要鍛鍊身體 要完成這個殺人的夢想 沒有 他有講 他有說他要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但他也有講我剛剛講的那個話 對 所以我才說矛盾 所以我才說矛盾 你看他說 他又想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可是他現在又說 父母在我的時候造傷 這個瑞德 這不是很矛盾嗎 所以我說他是反社會性人格 他不是完全一點人性都沒有 沒有 所以他平常讓你看不出來 那東海大學今天 對不起 我提一下 你剛剛講說平常 不要講平常 他過去也是OK的 因為你記不記得 他讀過國防大學對不對 他進入國防大學的時候 這個理工學院動力跟系統工程序 原來入國防大學 是要做很多的測試的 發現他什麼賴事人格測驗 屬於正常型 然後Basic量表也屬於正常 根據幹部考核跟同學反應 他都是屬於正常 反社會性人格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徵 就是他會說謊 他會隱藏住他自己本身的 內心世界說謊 陳靜興你知道吧 陳靜興如果你看過他寫的文章 他自寫的一首好字 如果你單單看他寫的字 跟他寫的信 這是個好人 他怎麼會是一個銀棍 怎麼會是一個銀模 怎麼會是混帳對不對 所以反社會性人格 他會隱藏住他自己的內心世界 當然其實這個不幸 我不太想要苛責東海大學跟學校 為什麼 學校這麼多人 幾千個學生 你要他投入多大的資源 不過我覺得他能夠寫這封信 已經算是很難得了 但是可惜 為什麼呢 如果能夠多走一步 多看一眼 多聊一句 真的 很可能可以 你以為他都沒有朋友嗎 不對的 我們現在報導不是說他沒有朋友 然後沒有女朋友 沒有任何朋友 錯了 他要行兇前請問他找了誰 他找了他理性國中同學 他從台中 因為剛好下雨 沒雨季 所以本來應該要上學在台中的 所以因為這樣學校重寬 所以他趁這個機會 剛好下午梅課就溜到台北來 溜到板橋的時候他沒有回家 所以他家人根本不知道 他人在板橋 可是他去找了誰 他打了一通電話 給他的理性國中同學 約出來在麥當勞斯漢堡哥 聊天說他要這樣做 你知道嗎 那個同學苦苦勸他 苦苦勸他 我們現在就面臨 就是問題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還沒有犯罪 這個同學只能苦苦勸他 那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去做 如果真的 就算理性同學真的去報案 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現在不是有5月7號 網路上已經有一個人說 大家小心 5月21號大家節目要小心 對不對 為什麼呢 表示他有跟很多人訴苦 五路自己的這個 查出來是他的學姐 他越來越多 其實他不斷的放這個風向 所以這樣就更矛盾了 他說他是剛好沒課才選5月21 美人 我告訴你 因為他本來說他大學畢業才在做 對不對 他其實有在網路上 跟網友透露他這個訊息 可是你知道嗎 他被網友嗆 有種就去做 這句話很可能就是點燃 所有的隱性你知道嗎 因為你有時候說你這個事 你也知道你去做 不要在這裡說這個 公教公平對不對 就沒想到你就把他的隱性 也點燃了你知道 現在問題就在說 東海大學我很肯定 他發寫封信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滿難過的是說 按照東海大學的心理輔導的程序 他必須要據名檢舉了以後 才能夠正式成為心理輔導 然後他又找請教官 沒有你也聽有受過心理輔導 這個訓練的輔導老師去到 現在的輔導老師我可以跟各位講 不管是大學 像我女兒讀的國中的輔導老師 都很專業 他會跟你保密 你知道嗎 你所有跟他講的一切 就像神父告解一樣 他會幫你保密可以得到信任 教官如果來跟我們講 我講坦白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黃衛網給建立 因為教官是軍職人員 我怕他會把不利的事情講出去 教官就相信他隨便秀一秀鼻鏈 那就算了 可不可以請教你 小燈泡這個事情 夫妻 那個難熬的程度 需不需要到找心理諮商的地步 其實我們有 就是辦法的部分 有給我們這樣的補助 所以我們其實有找心理醫師 一開始是有找心理醫師在協助 但是沒有進行太多次 因為心理醫師評估說 我們其實夫妻的想法 都還蠻正向 還蠻樂觀 可能可以自己走過 然後加上 我們有時候其實對這個 因為我們是販保補助的 所以對整個體系沒有那麼相信 所以我們也覺得應該是時候 對什麼體系不太相信 就對政府的這些體系不是很相信 因為我們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先生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當初是因為還換了台北的工作 所以我們搬來台北 然後才發生這件事情的 那他其實對這件事情他會有一點點罪惡感 就是說我是不是因為找了這份工作 才會導致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大家那個環境就是讓人家想到這件事 所以他其實在小孩離開之後 他就換了工作到新竹 那我們再跟心理醫師談的時候 他會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但是因為販保他是一個組織 他是一個單位 所以他們心理醫師可能評估完或協助完 他們需要寫報告 所以還有一些社工可能看到這樣的資料 所以其實社工好像知道 而且會談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理解他們行政上的必要 但是我們會覺得好像 覺得其實我本來以為 這是我跟心理醫師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現在好像不是 所以我們其實會後來覺得 不是這麼放心 也覺得不是這麼舒服 你覺不覺得你講話的速度 我們需要把它變成慢動作 真的 對我一直被提醒這件事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不會 這是習慣嘛 是 那個當時出事那個地點 你們有回去過嗎 幾乎沒有 到現在大概都不太能夠回去 對 就是 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就是去就還是會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當我們現在 都還是會避開那條道路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沒有考慮過要不要搬家 但是後來有很多因素 加總下來 我們目前還是住在原本的地方 所以 那條其實是每天 大概都會經過的地方 但是 但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有好幾條平行的路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 從旁邊平行的部分走過去 對 那你也很堅強 真的很堅強 你都幾乎哭了 你還是用笑容在 是不是 小湯炮有回來過嗎 我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夢過他 但是我先生其實偶爾會夢到 那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也有 我們自己心裡的危機 所以我覺得 我不是很確定 這件事情有沒有 但是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小孩跟小孩之間的連結 所以我們其他小孩 即使那兩個弟弟妹妹還很小 他們其實會講到這件事情 如果是用老師的話語 就叫小孩子 老公有夢到 表示來託夢 他會 夢到他什麼 我沒有很清楚的跟他聊過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 我們各自療癒的方式不太相同 所以我沒有跟先生談很多 關於小湯炮的事情 對 但是就是有時候 還蠻巧就是可能我們在做一些 重大決定的時候 其實他好像就會比較容易出現 或是比較容易想到他這樣子 比如說像 我們參選前這件事情 其實剛好前幾天的時候 我先生夢到 所以他就覺得 好像我們真的應該要去做 那 對 那當然除了 就變成小燈泡那個 那個生命就變得很有意義 對 對 我覺得我們也有 可能參選不 不單單只是為了國家 為了台灣 為了小孩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我們 也希望 透過這個部分 可能有一點是自我療癒 或自我安慰的部分 就是覺得好像不想孩子 白白的就 結束他這麼短的生命 能夠有一些 我們能夠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可能也是這件事情 最大的意義 是 鄧律師我看你好像也哽咽 沒有 我覺得其實 我剛剛是以下在跟婉玉講 我覺得這樣的事情 對任何一個做母親的人 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可是如果能夠 我覺得婉玉在做的事情 一直都是 就是這不是他個人 跟他個人小孩的問題 就是說會想到 我們社會上還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其實處在一種很不安全的狀態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他 本身我很敬佩他的這種毅力 因為很多母親在經歷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被這種怨打倒 然後不信任這個社會 然後甚至不願意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能夠把這個變成一個力量 我真的覺得非常敬佩 了不起 那你剛剛跟說 跟先生採取不同的療癒的方式 先生是採取什麼方式 像我自己我比較會是 能夠多做一些就做一些什麼 就是即使我沒有決定 要參加選戰之前 有各方的講座 願意談的 願意聽的 我其實都會去參加 比方說司法改革 比如司法改革 然後我們有能力團體辦的座談會 包括新聞的部分 新聞媒體的部分 包括兒色保育的部分 我其實都 只要時間心理允許 我都一定會去做 那先生比較不太一樣是他 他可能也沒有心理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平常需要上班 那我覺得他有需要幫忙 我覺得他有透過一些方式 就是找到類似經驗的人 比如說我們後來 因為我們後來有一個 小燈泡的粉絲業 那有一些媽媽其實 爸媽其實有類似經歷的 失去孩子生命的經歷的 或是剛發生的 他們其實會透過粉絲業聯絡 比如說之前有一些事 有幾個是流感 因為流感離世了小孩的家長 其實會透過粉絲業 跟我們問說 我們是怎麼走過那一段期間的 所以他很願意 他這部分他就滿願意去談 去分享我們的經驗 說我們是怎麼走過的 那包括像之前奧萬大的一個事件 就是小孩失足掉落 掉落山谷那個部分 他也願意 他其實主動去聯繫說 希望能夠 如果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 我們可以願意去做 因為每個人的心路歷程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像我們當初 其實有很多人也是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可能可以 每個方法都去試試看 怎麼樣讓自己最好過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 他就也滿願意去提供這樣子的 協助分享我們這些人的經驗 那老公在回答那些的時候 讓你印象最深刻 他走過的一個 很重要的方式是什麼 你有注意到嗎 其實沒有走過 因為我們還是一直在裡面 因為我們還是一直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沒有走過 只是會 可能會透過這些事情 慢慢的變情一些 是是 慢慢的變情一些 其實小燈泡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講實在話 震驚全台灣 說這個事情哪有可能會發生 更何況還是媽媽 看著小燈泡這樣 那事後讓我的感覺就是說 哇這一對夫妻 好堅強 好勇敢 好好這個 要度過這麼艱難的時刻 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鄧醫師 一般來講 夫妻面對這個 會有什麼樣的衝突 小孩子有問題 或者說出事 或者說像失去生命 其實很容易把夫妻關係壓垮 那我們在諮商裡面 看到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是因為 即便一個孩子 他可能就是自然疾病死亡的話 那麼其實父母一定會有 很強的自責 因為所有人都會預期 小孩子應該要順利的長大 所以這個自責 第一個就是說 當夫妻沒有辦法同步 去處理這個自責的時候 會有距離感 例如有一個人 他的方式可能是用 很積極的方式 繼續努力的生活 然後照養其他的小孩 另外一個人 可能沉溺在悲傷裡面 比較久 那彼此會有一種不了解 那個悲傷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笑 你怎麼可以有力氣的去上班 你怎麼可以公司尾牙 上台唱歌 就是我們看過的例子 就在這樣的事情上 就是非常憤怒 然後但是有一方會 認為另外一方說 你要沉溺在那個裡面多久 我們其他家人都不用顧了嗎 有道理 其他的小孩或者說 如果沒有其他的小孩 我們大家的生活都不用顧 那有時候這裡面很複雜 例如說兩個人對於這事件 可能可以怎麼樣被避免 會有不同的想像 那萬一這裡面牽涉到 有一個人是比較明顯的 例如說被想像說 他如果怎麼樣就不會怎麼樣 你那時候如果不要走那條路 還是你那時候如果不要做什麼事情 這種猜疑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說一方責備另外一方 讓另外一方受不了 有的時候是自責 所以對方一些無意中的言語跟情緒 都會覺得說他是在指責我 所以夫妻之間會產生很多很多的誤會 然後距離 這必須要很能夠勇敢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兩個人都要消化自己的痛苦 然後還要願意陪伴 然後還要容許兩個人處理悲傷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小孩子出事之後夫妻離婚 分開的比率非常高 那可不可以請教我一句就是說 在小燈泡事件之後 夫妻曾經有過這樣的摩擦或爭吵嗎 有 會是不是 非常真實的 就是他其實會一直發生 一直發生 他會一直發生 因為我覺得那個事情之後 其實你的情緒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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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直慢慢變低或是慢慢變高的 就是偶爾可能因為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又有什麼樣的反應 他就是很真實的一直在滾動 對 那因為包括像 我跟我先生其實是屬於互補類型的 所以我們以前就是對各方面意見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所以包括像這件事情的面對和處理方式 和消化方式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會經過那個部分 只是我覺得好處也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是互補的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不見得認同對方的處罰 或不見得同意這樣的處罰 但是我們都很願意給予尊重 然後願意給予支持 方便舉個例子是因為什麼事情讓你們爭吵 我想一下 大概還是一樣就是 比如說我那時候一開始 其實我很快就盡量回復生活了 那我覺得比如說以前我有部落格 然後在部落格上面寫文章 是我自己的書法 我沒有要給誰看 純粹就是自己 需要自己有一個地方可以消化 可以清土 然後他就覺得說你怎麼還有心情去寫 類似這個部分其實也有過 我們沒有很大的爭執 但是有一些意見不同的地方 像有時候我 還有一個部分比如說像 我還是會讓小孩 因為我們小孩 那時候出事是小孩在騎push bike 騎那個滑布車的時候 那後來我其實還是有讓兩個小孩 兩個比較小弟弟妹妹騎滑布車 他就覺得你怎麼可能在做這種事情 明明就發生事情了 但是對我來說 我又覺得這是他的生活 他的人生跟不應該姐姐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一件其實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所以這部分我當然也會擔心 我也會憂鬱 也會覺得擔心 會擔心會焦慮 因為真的就是會緊張 尤其是那個安全感 事情之後真的是大大被破壞 所以他們說要去騎的時候 我還是會緊張會擔心 但是我會把這些東西吞下去 讓小孩去做 那像他就比較會是 就是小孩就不要再做這件事情 因為會有很多的連結 對 但那滑布車爸爸是反應激烈的 會比較容易激烈 就之前是比較激動的 但是他可以理 就是我們透過討論 其實都可以理解 所以他也尊重 很願意 很同意我這麼做 對